来 彤彤 夏小姐 里边请 先坐一下 坐一下 采访还没结束 两个稍微等一下 好 您在国外取得了 这么优秀的成绩 那本次回国 一定收到了 不少节目对您的邀请吧 那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 好久不见呢 因为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有不一样的意义 真是个微粉的 二大一 霍博也有点 不太讲五的吧 那就一个长红脸 一个长白脸 好人你来做 我来飞翅 凶点 但那倒也不用 你就做你自己 再打个对折就够用了 怎么会老大说完呢 对不起 撤会了 所以参与此次 好久不见的真人秀节目 对于您来说 这个特别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节目 会让我邀请一位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我们可以聊一聊 过去的美好 想必这位老朋友 一定就是您很想见的人吧 方便透露一下吗 他是我高中的学长 宋浩宇 所以你会成为 茂林商场的代言人 是受宋总的邀请 对 因为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校友 我说什么来着 真会嫌发着人道行高什么的 那就更得当面过招了 这隔空档多没意思啊 这次不想放不下了吧 我倒是挺期待的 不好意思 各位 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了 辛苦各位 谢谢 辛苦 谢谢 金小薰 辛苦 这边请 那我们 请坐 佟总 别来无恙啊 三年没见了 老了这么多 看来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吧 训练确实很辛苦 而且我最近还在调整时差 金小姐 合同您过目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内容 他哪有时间看合约呀 满脑子都是借着媒体 对你老公喊话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以为你这性格会有所改变呢 看来 是我不该对你有期待啊 彼此彼此 看见没 我说什么来着 多会聊天啊他 金小姐 我不会干预浩宇的决定 如果他想去参加节目的话 我也会支持他 是吗 是吗 当然 人家才是两口子 当然有什么事情都一起商量着来了 金小姐 好好看看合同 早点签完才能早一点开工 对吧 宋太太 这一次的胸针设计一定要公益和理念兼备 要让金锡城 还有我们业界同行 心服口服才行 我知道了 我得好好想想 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 我不会亏待自己人的 只要工作做得好 一切都给你备好 谢谢你 你干吗 这么肉麻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真的很感动 谢谢 我哪里是为你做的 不过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口气而已 我可是你老板 你这样一点都不尊重我 你说靠就靠过来了 那我就想抱抱你啊 要不然你帮我开了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现在又开了你信不信啊 我信他 你松手 我不 你以为我是送了好意 随便你不要 我不 我不就想好好谢谢你们 对 你真的很没好意 是 说真的 谢谢你 知道了 你觉得什么样的设计 最能代表发医啊 你都是后话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 就是要在狱里暗示他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打飞机滚 我突然想到了一种花 是在春天的末尾才会开饭的花 图迷花 与其是感情走到的尽头 天哪 你快看 他们现在在一起了 你看一下 他们俩在一起了 我看一下 怎么了 金西辰 他 他谁 宋浩宇是谁啊 你快看 他们俩在一起哦 天哪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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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勤 我再跟你说一次 茂林没有必要通过节目 来增加曝光赌 好啊 那就让秦天和那些提意见的股东 他们自己去 准备下文案 明天让公关部发声明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不去啊 你的另一面我也很想看看 真人秀什么的 是个不错的选择 是个不错的 别闹了 我已经记住了 可是 你不是说其他股东 都想让你参阅一下吗 那你明天怎么应对啊 不用应对啊 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在 公司的发展规划里 他们不能强求 昊宇啊 其实 我看过类似的节目 也有很多公司的老板 会通过这种形式 去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好感 你说为了曾宋家的金山银山 我觉得去一下也不是不行 再说了 我们家老公颜值这么高 不去一下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很真的 你不吃醋吗 是啊 那 你有病啊 我没病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事情 就算不喜欢 可还是要去做 反正 不管你怎么选 我都支持你 而且我听说 这个栏目里 有时光追溯的环节 你高中时的样子 我还很想看看 我高中时候的样子 肯定很可爱吧 可惜我错过了 的确挺可爱的